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份中木草 木草养牛 我在西州认定的时候我们有补出他做了一个 我看快200吨的一个圈子 500吨 那个东西大概已经快10年了 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 它只要冬天的时候 它都有很好的一个除掉可以供应 那机镇这边它一样重工 它有利用在地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封挡木的这些木山材 它把它粉碎之后 这个就是所谓的新闻有性 积极在用 当然因为我们的客型不一样 有人他就觉得我需要要求好一点的 当然我们只要抓到我们的目标客型 事实上我们的生意就做不完 所以我觉得大概这四个面向应该是未来如果有其他青农愿意 那我们朝这几个面向来努力 我认为是比较有机会的 第六届百大青农得主也是金门青农联谊会会长的陈玉嘉表示 能有如此多会员入选全国百大青农 证明了金门青农的实力和潜力 鼓励所有会员继续发挥创新精神 努力提高农产畜牧生产水平 为金门农牧业发展做出贡献